暑假不少大学生都会到饮料店或是服饰店来打工赚零用钱 不过你有听过既然有学生属其打工 带起了斗笠在菜园里当农夫 一群农夫排排蹲在菜园里 努力摘着红线菜 不过仔细一看斗笠下藏着一张张志气脸庞 其实他们全是大学生 英格新希望农场首次推出大专生打工方案 而这十位同学正是由27位应征者中 却凭重选的公读生 在有机栽培的部分 把这个观念从学生时代开始 在他们做一个扎根的工作 年约到老了 你这种人在行动成种种 老老老老扱杀了 有什么太累了 这种年轻人比较感到更用 比较做学 我差不多这么多的一个 比较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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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农场人员扮演起老师的角色 热心指导大学生如何挑菜 让平常过贯都市生活的年轻人 大开眼界 就本来很多菜都不知道怎么处理 然后还有 然后就是知道 现在知道怎么挑 怎么洗 然后怎么挑 对 然后还有翻土什么的 就算是原本就念农艺系的同学 实际走进农场来工作 也觉得和学校学的不尽相同 大有收获 因为这边是有人亲自指导 而且是一个一个交 然后学校是 尽量是让我们自己去找答案 对 那你来这边 你就是未来的目标 也是要朝这个方向走吗 跟我们讲一下 目前是想先上研究所 然后应该也是会朝农的方向 藉由公读机会 能让年轻人有机会接触农产 帮助未来台湾农业顺利接轨 不只如此 对这群大学生来说 为期八周的打工 肯定也让他们长了不少知识 首届暑期务农打工 新北市农业局就成功创造双印局面 中间新北新闻英哥采访报导 中间新北新闻英哥采访报导